大家预料的就是美国恐怕要大乱 但是没想到这个节点啊 菲律宾好像也开始要乱起来了 主要是菲律宾的总统跟副总统闹崩了 那他们的总统副总统的这个方式呢 是分别选出的 就跟这跟一般的不太一样 一般都是同一党嘛 他们是分别选出 一般副总统 安理伦应该是总统的副手 对 甚至于说是 这个总统没办法视察事情的时候 他是第一 他就是代理人 对对 而且照理说也是总统比较信任的 而且是就是他政策应该 国家政策应该一贯 但是菲律宾很特殊 他是各选各的 那时候那时候沙拉的投票 他得票率还比小马可是还高 对那这个沙拉他的爸爸 就是这个杜特地嘛 大家都知道 所以双方刚开始 其实有点点合作的意味 但是慢慢慢慢就闹崩了 那问题是 这个沙拉讲了很多话 他说跟小马可是的关系 已经恶化到无法回头 然后讲着讲着情绪来了 他就说呢 如果他遭到不测的话呢 那他已经交代好 当然就是可能跟杀手讲好 就要干掉小马可是 包括第一夫人 包括什么什么 中医院院长 罗牧师 他是那个谁小马可是的表弟 就是也是小马可是他们那个家族里面 最有可能的继承人 他们现在要修改宪法 小马可是希望能够继续 他们现在把总统只能当一任嘛 他希望说能够继续当总统 但如果说他宪法没有修改成的话 下一任呢 菲律宾总统他们是要扶着 罗牧师来当 那沙拉就没了 对 重点就是沙拉 大家看到这个画面 穿着菲律宾传统的服装 但是他的用词非常的激进 讲着讲着讲到要这个 要干掉总统等人之外 他还讲了一句话 他说他真的非常受不了小马可是 所以有一种想要砍掉他头的想法 已经讲到这样 那当然这个我们看到小马可是那边动作也很大 包括你看到司法部也好 包括警方也好都有动作 司法部就发了船票 目前沙拉列这个暗杀案的一个主谋等等 所以一开始我们看到双方的抗争就拉得很高 那当然现在权力在小马可是的手上 所以现在军警也好 司法也好都已经挥向大刀 立将军你怎么看 第一个我觉得沙拉讲这话 绝对不是无地方 他有他担心的地方 第一个其实沙拉他之前 他当这个副总统之后 他是他内阁的成员 他本来是希望能够当司法部部长 或什么 就没给他当司法部部长 给他安排个教育部长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 他当副总统 副总统有一个副总统办公室 有一个预算 他自己副总统要用钱 就预算被罗沐斯砍掉三分之一 就是钱的问题 他很生气 然后他开始被调查 对 然后不是被调查他还小调查 是谁被调查最严重 是杜特蒂 他爸爸被调查最严重 他爸爸因为那时候 当总统的时候 菲律宾就是 他为了扫毒嘛 有毒贩那是很强悍的 尤其是菲律宾 那个国家平常讲 南半部来讲的话 还是很乱 有些军队没办法掌控到 所以毒销很猖獗 那毒销都有带枪 所以杜特蒂那时候 他为了扫毒 他就说这个对于那些 这个不符合命令的 他就格杀勿论 所以那时候打死了很多人 那现在来讲的话 小马克思就借着说 你爸爸当初做那件事情 说是残害无辜 要司法调查 而且去找国际行刑组织来调查 那国际行刑组织 这个小马克思来威胁人家什么 如果国际行刑组织来调查 小马的杜特蒂来讲的话 他们菲律宾政府会全力配合 那是不是就感觉 他们要把杜特蒂这个家族 整个赶尽杀绝 有这种意味在里面 所以现在不只是 这个沙拉很生气 包括他爸爸也很生气 也出来公然放话 说军队你保持独立 你不要管这些事情 这是我跟小马克思的事情 然后我们在中间 还有很多故事可以讲 但我觉得杜特蒂会这么生气 另外还有一个 昨天我看到一个最新的镜头 他们现在来讲的话 这个事情火越烧越大 沙拉她是副总统 那她的幕僚长也是一个女的 被拘禁起来了 对对对 这也是很严重 那对沙拉来讲的话 你等于说是从头到尾都这样子干 那第二个我来讲 说是沙拉跟她的周边人士 在下一院还有医院等等 做了一些袭击 还有严重胁迫的行为 对对对 所以说那沙拉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我们都觉得说总统跟副总统之间 说闹到枪杀根本是不可思议的事 可是问题是说老马克思干过这种事 对 老马克思那时候在机场公然的就把他政敌 艾奎诺在机场就枪杀掉了 所以沙拉当然会有这种顾虑啊 他说你会不会也是用 所以你老爸那时候用这种手段对付政敌 你现在会不会也用这种手段的对付 对因为沙拉的语出威胁 他的前提是如果他遭到补测 所以显然他觉得他的生命安全受到了威胁 是是是 所以我觉得现在来讲 其实我们表面上面看好像 沙拉这个好像在讲这些话 好像有点情绪性的话 但是你仔细去分析 你会觉得沙拉会讲这种话 有他道理才有 有前因后果 对不对 另外我觉得平常讲我认为这件事情 美国有背后的影子在里面 对这就是我接下来要问立将军的 讲到菲律宾就离不开美国 对一定是 因为怎么讲呢 因为这个这件事情发生 沙拉讲这种话 有一个很巧合的一件事情 我不曉得各位观众有没有注意到 刚好是奥斯丁公然的 在菲律宾那边去看他的所谓 仁爱交特检队 那一定是跟军事有关嘛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你可以把它 不能怪我们这个联想在一起 可是现在小马克斯为什么用 这么激烈的手段来对付杜特棣家族 因为其实当初他们讲好 就是说今年来讲的话 让你小马克斯你来选总统 但是因为总统任期一年嘛 下一任就换我沙拉出来选 所以下次很明显的 应该是沙拉会选总统 但是沙拉如果说选上总统的话 你会对谁最不利 那一定是对美国最不利 因为杜特棣本来就是 比较亲中派的 我们必须要讲杜特棣当总统的时候 跟中国那边相处的还蛮好 他是完全不掩饰的啦 对对对对 那但是就美国立场来讲的话 你认为他是下一任总统选举 他会不会是希望 这个小马克斯或者是罗慕斯 他们继续能够掌政 然后能够继续配合我美国的政策 那如果说是沙拉下一任当选总统 然后尤其是沙拉上次选举的时候 他的副总统得票比总统还多 所以那杜特棣再加上他的人脉 他的家族势力来讲的话 沙拉能够当选总统的下一任几率很大 对美国要重返印太 所以菲律宾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在第一岛链当中 我们看到像比方说最近对抗所谓的台湾有事 我们看到又是菲律宾日本要部署新的一些导弹基地 那之前在菲律宾的基地还说 要再增加从五座变为九座等等 所以菲律宾对于美国来讲真的很重要 再加上小马可是配合度极高 小马可是配合度这么高 小马可是刚开始当选总统 第一个访问的国家是到中国去访问 但是从中国回来以后 马上态度180度转变 那我们不得不怀疑 是不是背后有他的小辫子抓在美国的手上 因为他家族问题 这段可能大家不知道 其实在我小时候 菲律宾是有钱的国家 那时候因为越战很多的这种军工产业维修 都在菲律宾做 所以从菲律宾回来的华侨 在我们看起来就像从夏威夷回来一样 都是有钱人 但是为什么这几年走成这个样子 美国菲律宾自己的内政啊腐败贪污 是很大一个问题 可是那时候我们都印象很清楚 就是这个他爸爸小马可是他爸爸马可是 然后他老婆叫伊美代嘛 大家最印象一讲伊美代就三千双鞋 我就要讲印象好深刻 还有照片嘛 那个大衣柜 对那个鞋三千双 每一双都定做的 对一年365天都不重复的话 要穿个七八年 我那时候还记得那段影片的印象 就是肖马可是这个被老百姓 这个驱离逃亡的时候 美国救他 他跑到机场坐飞机 他他不带什么股票啊 或什么以前也没什么加密货币什么东西 他就带现金的美金黄金 就多到什么程度都要飞机端部上 他从飞机上丢下来 然后你看贪污了听说有上千亿的美金 跑到 跑到夏威夷 所以就是现在的家族在这个美国还是有相当的资产嘛 那这就成为他一个小辫子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他这个后来 因为他暗杀了艾奎诺嘛 然后贪污了菲律宾的人民的钱 这大家都知道 所以菲律宾的人民跟这个受害者 他那时候也残了 也破坏了很多菲律宾的老百姓 所以他们组织一个受害者的联盟 向美国的夏威夷法院来提告 提告这个马可思 然后菲律宾的法院判赔 判赔这个总共加起来 包括到这个应该要赔偿金 加近20亿美元 但是小马可思他们不给 不赔 不赔就夏威夷法院也很狠 就你藐视法院 就后来他们 英美代跟他两个 也因此才又回到菲律宾 但是我特别这段历史 我特别去注意一下 就是说为什么以这种 这么贪污 爸爸妈妈贪污到这么严重 全世界皆知 那小马可思居然可以当选总统 是啊 那有人要有人分析 因为老马可思当总统的时候 他们号称是菲律宾的黄金十年 就那个时候他们经济都还不错 那有些老百姓想说 你小马可思回来 对我们现在这个都是 男的都到外面去当飞劳 那女生到外面去当飞雍 对不对 然后生活过得很不好 那会不会你的政策回来以后 会改变我们的经济 对 这个丽将军给大家讲的 这一连串历史 勾起大家的回应 可以比较了解 因为在这个菲律宾的总统 跟副总统的这个 生死相斗的过程当中 第一个大家要问的问题就是 谁动了谁的奶酪 对 就搞了半天是动了美国的奶酪 对对对 所以是美国无法忍受的 那小马可思又有把柄抓在美国手上 所以是言听计从啊 那过去他跟这个 跟这个副总统可以有相当的一些合作关系 但突然之间就动手了 而且从这个最敏感的这个前脉开始下手 当然是杜特地家族完全不能忍受的 好那美国的角色进来之后 我们就要稍微再谈一下 那比如说从中方的思考呢 当中方从来不介入别人的内政 但是在这个南海的这个利益板块当中 当这个很多是这个中方的一些 中国的这个领土嘛 中国的一些岛礁等等 所以我今天的标题 很多人会有感觉就是 美国现在这么乱 然后菲律宾也乱了 是不是中国要走大运了 对因为我就是 就是说人家讲一句话 务必自辅而后重申嘛 当你自己的国家总统跟副总统 这两个最高层的两个人员 都已经开始在内斗 而且内斗到这种程度 那你就要军队去效忠谁 对不对 杜特地家讲很明白 他昨天已经公然呼吁 但我特别要讲了 他们大概不会叛变了 政变的可能性不大 因为菲律宾没有政变成功过 他总共政变了八次 有好多次 对 政变是谁去政变的 老妈可是要去政变艾奎诺夫人 八次都没有成功 最大的一次只动员了三百个军人 去政变 所以我们从这边也看出来 就是菲律宾军队来讲 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忠心耿耿 这个说对老长官啊什么样 没有 所以他们那次几次政变都没有成功 所以这次杜特地也看得出来 他可能不会采取军事政变的手段 但他已经公开跟军队呼吁讲话 说你们军队不要来插手这件事情 这是我们来政治解决 这个军队来讲的话 小马可是 他还讲小马可是吸毒 对 小马可是是一个毒瘾贩子啊 等等这些 那如果说一个国家 这个两个两大家族 已经恶斗到这种程度 我觉得这个一定会 让军队无所事从 也不要听这些指挥 那你到底要不要再压编 后下一个总统会是谁当选 现在很难讲啊 有可能是小马可是美国的支持 继续有机会能够掌声 也有可能这是因为 前两天还发生 菲律宾还发生天灾人祸 这个是天灾人祸 天灾是连续八个台风 六个台风从菲律宾扫过去 那对老百姓来讲的话 那感受最深啊 我经济我救灾没有人来 菲律宾六个台风扫过去 是谁去救灾 是奥斯丁去救灾 就菲律宾的军方没有能力去救灾 后来说奥斯丁有出面讲话 我们就用美军来救灾 那你想想看 在菲律宾的老百姓 耳朵里面听到什么感觉 我们国家的政府 对我们最基本的民生没有照顾 所以我觉得 重点就在于奥斯丁马上要下台了嘛 那接下来川普 这个重商主义的情况之下 菲律宾你也要交一些保护费 再加上菲律宾现在这个政党恶斗成这样 所以你觉得呢 这个南海的问题可以得到一些这个解决吗 因为我觉得 现在来讲极可能沙拉会当选下一任总统 如果沙拉当选 但中国来讲的话 他下了棋 他会看好几步了 所以我要讲一下 很多人讲说沙拉这种非常极端的 这种言语 什么砍头等等 其实他也是一种选举策略嘛 要先拉高这个明年的这个 其中选举的态势 那如果说是沙拉杜特利家族 又再重新掌权来讲的话 当然这个东西长期来讲的话 那一定是对中国是比较有利的 对不对 因为杜特利本来就轻忠嘛 这第一个轻忠 第二个来讲的话 这时候可能 就是说在南海的一些 一些争议的岛礁上面来讲的话 我相信就中国的立场来讲 他一大四小 他是会有以人啦 大四小以人 小四大要以智 那他大四小来讲的话 他会如果说是沙拉继续当选 他譬如说是他继续进口 这个菲律宾的香蕉啦 或者让这些渔民能够到黄岩岛去 去这个躲避这个风浪 或者是这个马德雷三号 不要那么积极的处理 会释出这方面的善意 那如果释出这方面的善意 协助菲律宾的老百姓 能够改善生活的话 其实等于在帮助沙拉 能够来拉票 所以对中国来讲 我觉得不管是对中国 对菲律宾的老百姓来讲的话 其实都比较有利的 当然避免到 这些南海的岛礁争议冲突 避免到这个 这个海警船 跟这个互相的那种 兵容相见 也降低双方 这个民主主义的仇恨值会降低 我想有助于解决南海的纠纷了 那对中国来讲的话 我相信他布局 他不是说争一个岛 争一个礁 他要的是整个南海地区来讲一个和平 大家共同来开发 然后让菲律宾能够认同南海的一个协议 然后我觉得这才是 中国他的眼光所放的地方 另外一个我要问一下这个丽将军 为什么奥斯廷在这时候 要这个有意无意的公开 所谓的人爱交特遣队 这个人爱交特遣队 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我特别要讲 这次来讲的话 这美国真的急了 尤其是可能是看到南海这个航空展之后 然后看到解放军的战力之后 他发现他第一岛链不见得守得住 所以他现在拟定一个计划 当然我们台湾不在其中了 我们台湾 你也可以说其中也不可以在其中 因为他不是美国的邦交国 他拉了两个邦交国 一个在北一个在南 北边的是日本 南边的是菲律宾 结果他订这个计划名称非常有趣 我们南海台湾没有参加 但是他的名称 这个作战计划叫台湾有事 台湾有事的一个概念 然后他作战计划是日本跟菲律宾 不可思议 然后他的概念就是什么 就是说以岛自路 就是说我利用这个 从九州以南 日本九州以南 一直到这个云纳国岛 在这几个岛上面 很快速的用他的陆战队 这个快速前沿部队 部署了这个在岛上 部署了对舰的飞弹或对空飞弹 然后日军提供后勤资源 提供油料粮食 还有弹药的资源给这些国家 那菲律宾也是一样 包括从旅宋岛到南海这些岛礁 因为我之前也讲过很多事 你不要想看仁爱礁 仁爱礁其实他控制了输入海 输入海美军的舰队 如果要进入南太平洋 南海来讲会从这个地方经过 所以他美军是这种概念 但是我特别要强调 美军会有这种作战概念 就代表一件事情 就是他航空母舰要后退了 他航空母舰他不敢再摆到第一线 以前来讲的话 解放军战力还没有那么强 不管是对舰攻击的对舰导弹 或者是这个陆基的对舰攻击导弹 老实讲美军不管你放在眼里 他有他的不管是伯克级驱逐舰 这个是你根本就打不到他 他就还没打到他就把你拦截下来 所以他大可以把航空母舰往前推 可是这次来讲我们发现 很多武器都已经改变了现在的战争 包括胡塞组织 他的那种就让美国的航空母舰撤退了 那如果说以中国来讲 那一定是比胡塞组织要强很多 所以美国来讲他为了自保 这个就把航空母舰向后退 可是向后退来讲的话 他前缘还是要有战力在 所以他前缘的构想就是以岛制陆 将这些对舰的导弹部署在这个 这个几个日本南边的这些岛屿 还有菲律宾的这些岛屿 在南海跟这个东海这边能够 能够用这种反舰飞弹来吓阻 来压制中国的舰队进入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有很大的问题在 我觉得军事上面没有那么大的 这个就这么单纯的一个简单的方法 另外的就是在这个川普上任1月20号之后 我说这个台湾有失的作战计划还会持续吗 我觉得应该会啦 这东西川普他本来他的构想 其实他把中国当作他最大敌人 那时候他坚持现在已经达成了嘛 就中东那边对不对 以色列跟黎巴顿已经停战协定了 那俄乌战争他也要停止 那我们看到现在来讲的话 美国将他的很多的战力 号称部署了三艘的核子动力航母 要部署到东南亚这个地方 然后在关岛那边原来是四艘的核潜舰 现在增加一艘最新的 他原来部署是洛杉矶级 洛杉矶级比较老旧的 他现在最新的核潜舰叫维基尼亚级 已经部署到关岛增加一艘核潜舰 那这个核潜舰是攻击潜舰 他不是打那种核子导弹的 他是攻击军舰或者是公路 因为他所携带的除了鱼雷之外 还有战斧型的巡运飞弹 就是很明显 你在这个小小一个关岛上面 部署了现在五艘的这种核动力的航母 对所以在这么大的一个 这个很复杂了 这个地缘政治的区域的一些动态很复杂 那当然大背景就是他有几个变数 一个是我们看到这个菲律宾明年也要选 然后一个是这个川普马上1月20号就要上任了 那两边的变化都很大 所以你觉得在这些变数的情况之下 明年南海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势 我觉得明年南海来讲的话 因为菲律宾自己先闹这种事情 那如果说不闹这种事情 我相信美国还有力量一定会去支撑 但他现在来讲的话 当他自己火都烧到自己屁股里面 我觉得南海可能会平静一段时间 但是我讲两个 第一个就是我认为大陆不会这时候 用军事的力量去强占一些 大家都会想说 哎呀我们这个民族情绪来讲的话 去把黄岳岛前岛造路啊 至少那个船先拖走 对不对把马德雷三号拖走干嘛 但是我觉得这个有一句话叫 伟大将者莫叹小功而误大局 这个我相信中国要的 他不是说短短的一次两次的生意 他要的是长治久安 就南海这个地方 大家能够按照他所定定的 这种南海的一种共同行为准则 来处理南海的问题 这样的话等到整个海域周边的各个国家 包括菲律宾包括到越南 因为他要做给菲律宾 做给印尼啊 这个泰国啦 或者越南这些国家 那不要让这些国家觉得说 你们在欺负菲律宾 我觉得他的格局在这边 所以中国来讲的话 就算你菲律宾在乱 他应该不会用武力 可是对 我现在可能可以用经济的力量 可以用外交的能力 趁着你那段来讲的话 我甚至于说是 讲明了 福祉沙拉杜特地 这些比较亲中的这些家族的政治势力 然后让美国慢慢的退出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那我就要反过来问 当然就说这个杜特地的亲中是众所皆知的啦 所以美国会用多大的力道阻挡沙拉这个当总统 我觉得美国已经急了啦 从这次我觉得他叫这个小马克是放出这种暗杀 或者这么明目张胆的去批评这个杜特地 说是要找国际刑事法院来逮捕他 那甚至于拘捕这个沙拉的这种办公室的幕僚 甚至于说是扬言要砍掉他预算三分之一 这种动作太明显了 你知道你这你这是逼人 就逼人造反 真的是逼他造反 那是不是美国急了 认为说是沙拉有可能下一任 因为这次来讲的话 我觉得小马克是从任期到现在来讲 他对于老百姓的民生没有改善 他完全把所有的国家的预算经费用在军武方面 那老百姓有时候老百姓感受最深的 对不对 谁能够改善我生活 他就身不由己嘛 对对对 因为他身不由己 因为他财产都在美国啊 都在夏威夷 那个上一他老爸给他弄的那些财产都在那边 所以我个人认为说是以现在来讲 那时候尤其是沙拉在第一次投票 他的票数比小马克是还多 大家不要忘了这一点 所以我觉得美国有点急 这个小马克是压力很大 很大 美国压力也很大 如果说是这一局美国这个傀儡 小马克是这个傀儡 一旦倒了以后 我跟你讲整个南海的局势会改变 那时候不需要用到军事的能手段 可能在借着经济啦 借着这种心理啊 借着外交啦 借着宣传啦 可能改变这个菲律宾老百姓的这种 整个老百姓都愿意亲中的话 我觉得最重要 很大的变数 而且中方在跟日方的关系 也正在这个积极的这个修改当中 所以大家看到在南海 在第一岛链到了明年 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变数 K.S.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弹性水嫩 轻松不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火肤录 全壮精华 精华涩 即刻启动 动力密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